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天气一变凉 你会到处这一个街头巷尾 都闻得到麻油香 那在台湾很多养生料理 尤其到了秋冬进补 也免不了要吃麻油 那在麻油台湾有冷压的 那也有一般的这个麻油 还有一些人料理 这个最后面加一点点香油提香 那个也是麻油 那麻油实际上 它的这个原料包含有一部分 黑麻油用的是黑芝麻 那香油用的是白芝麻 包含这个台湾社会 很多人坐月子跟补生的时候 也都用麻油 那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各种不同的麻油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安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洛静汉师傅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台菜小天王 温国智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苏欣 冬天静谱 我真的一天到晚闻到麻油香 比方说麻油鸡 比方姜母鸭 那个基底都要放麻油 那麻油 这个主要的组成是芝麻 芝麻实际上是营养素 非常丰富的坚果果仁之一 那实际上 这个古人冬天静谱用麻油 是有他健康养生的逻辑的 没错 大家都知道 虽然这一阵子台湾那个天气怪怪的 好像忽冷忽热 热得很久 然后没想到才冷了这一两天 冬天就要来了 因为大家知道说 2016年11月7号就立冬了 从立冬到立春之间 就我们说的冬季 那冬季古人 为什么一定要冬天来进步 大家可以想想 因为他们其实当年是物资相对缺乏了 所以他们忙了一整年之后 好不容易秋收 到了冬天来就要犒赏一下自己 虽然在这一天呢 吃一些难得的一些好的东西 恢复元气 那这个时候除了难得的 可能比如说一些什么猪肌 与这些动物性蛋白质 在古代算是比较不容易得到之外 像这种好的油 油脂来讲也是很好的能量来源 所以一定也会用到 尤其大家知道李时珍 李时珍是古代的时候 很会推销这个营养食品的大师 他那个时候怎么讲芝麻 他就说芝麻 如果你这个连续吃它个一年 就是敷面光泽 你这皮肤就会光泽亮丽 那如果吃两年 他就说你会 白发反黑 头毛的胃白变黑 那如果是吃三年 他说会 明明牙齿一掉了还可以长新的 你看他讲得这么好 古代人怎么可以不吃呢 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有没有那么好 就是在古人的时候 他们确实是一个好油 因为你也知道 它是很好的不饱和的脂肪酸 然后为什么说 落齿更生 因为他以前可能不知道 可是他其实含有丰富的钙 那为什么对你敷面很好 维他命E可以抗老 然后比如说 它里面有一些多分类的东西 可以帮你抗自由基 所以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效果 可是那在我们现代 还应不应该这么吃呢 待会我们要交答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真的明明 平常就吃得很好 到冬天还是要跟着进补一下 那我们最爱补什么呢 之前有一个网路的 增量温度计调查 就发现说 台湾人冬天的进补 最喜欢什么呢 第一名就是麻油鸡 麻油鸡将骨鸭羊肉炉 对 麻油鸡真的相对 所以在家里料理 是相对简便的麻油料理 而且一下子只好一上手 觉得那个香味起来就补到了 那其他大概相对困难 比如说你要煮个姜母鸭 你要炖个羊肉鸡都相对困难 所以也难道说 这个麻油料理在台湾 不论是以前或现在 都是很受到欢迎的 这个进补料理 那问一下刘医师 刚刚讲麻油的原料是芝麻 那芝麻油黑白两种 黑芝麻跟白芝麻营养素不一样 那个黑芝麻外层那层黑 到底是什么 对 其实我们常常讲 我们鼓励大家说是芝麻 像我们自己我也讲 我早餐我们喜欢像豆浆 加点黑芝麻 对 我常常被一些朋友讲 到底这个一般白芝麻 跟黑芝麻差在哪里 其实你看到你的黑芝麻 它表面的黑 其实很重要是花青素 那我们知道刚刚讲 李时珍讲了半天 他也没听过花青素 那鼓励不知道这东西 可是现在营养学上来 确实是很棒 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黑跟白 市场还是有差别的 我常常被别问说 到底黑的营养还是白的营养 我们看一下 黑的脂肪比较高 对 其实那芝麻本来 就是因为我们炸油 它脂肪量本来比较高 那黑是比白高了一些些 可是我重要强调就是说 黑芝麻 这个白芝麻 它里面油来讲 都是一些必须 比较多的 那一般我们不好的油脂 它比较少 换句话说 它的油炸出来的话 如果是一般 我们冷压炸出来的油 对这个健康食物上 绝对加分 另外它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维生素E 你看到它的维生素E 其实量非常高 黑芝麻是比白芝麻更高 我们知道维生素E 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 维生素 它尤其对一些 心脏血管脑部里面 被自由基攻击 这种状况会压抑下来 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很多的胆固醇过高 胆固醇过高来讲 我们最怕一个叫做LDL 叫做低密度胆固醇 你去检查 医生会给你检查的东西 会告诉你 你好的胆固醇够不够 或者你坏的胆固醇够不够 可是这个坏的胆固醇 如果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如果氧化的 坏的胆固醇是更糟糕 它会在我们血管上 形成硬化特别快 维生素E这东西来讲 是可以降低 你这个坏的胆固醇被氧化 换句话说 如果你胆固醇比较高 我们有时候用芝麻下去 这种油来讲 它维生素E非常高 可以降低身体 这个不好的胆固醇累积 另外呢 甲跟钠的含量 你仔细看一下 我们一常讲 黑芝麻的这个甲纳比更好 非常的高 你看43比1 那白芝麻是8比1 所以如果我们这有个什么胜 那可能就黑芝麻 这边胜一点点 那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甲来讲高 对我们的一些维持血管的 这个通透性 以及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看黑芝麻 是对血压的维持 是非常OK的 另外还有膳食纤维 28% 所以它里面的膳食纤维非常高 不过特别强调 像黑芝麻里面 除了刚刚讲花青素以外 它有一种类木质素 我们知道木质素来讲 它是一种纤维植 里面一种很重要的 另外一种一个分类 它里面的类木质素 有六大类 其实里面还有一种 叫很有名的 叫做芝麻酶 芝麻酶来讲 它这种来讲是一种多分 它在我们抗氧化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 就像刚刚苏星讲 讲这么多好处 是不是对活法 这个有没有帮助 或者对牙齿有没有帮助 对我们生产有没有帮助 其实就跟这些多分类是有关系 所以整个来讲 我们黑白芝麻里面 养分得非常高 可是黑芝麻的真的略胜一筹 那我请科老大先出来分享一下 黑芝麻在台湾 其实很多人做月子 或者秋冬进补的料理 常常用黑麻油 对 黑麻油 黑麻油 黑麻油其实分冷压的 跟一般的黑麻油 冷压是最近比较多 以前没有所谓冷压 以前大家是为了香味 就是黑芝麻草培的温度越高 它越香 反正它不要焦化就好 所以有人去买那种韩国的麻油 韩国做菜不是用麻油 韩国麻油什么 哇 淋到的比较香 实际上没有 就是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相对温度比较高 它上市的东西也更多 所以有一些人担心这个油脂氧化 它就会要冷压的 而且它更容易氧化 因为它草培温度更高的话 更容易氧化 所以一般来 我边做边来介绍这个芝麻 因为我等一下做这个菜 需要有点时间 我今天教大家这个也可以当周月子餐 也可以当平常的养生餐 就是冬天的时候的养生餐 好 而且很妙 这个叫麻油石斑鱼 对 我的做法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你会先热一锅水 热一锅水 因为很多人是麻油煎一煎以后 加汤去喂那个鱼 对 我的方法不一样 就是比较高档一点 就是我们把骨头都去掉 只留那种胶质多的 比如说鱼头 然后鱼肉我们就上面给它花一点刀 然后热水只是这样 不能滚开 就是我用最小的火 对 然后我用浸泡的 现在在泡温泉浴啊 对 我用浸泡的方式 这样 我跟你讲 鱼会心都是在于它的血水 没有清干净 所以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所以先让它泡热水 可是这个热度没有到滚烫 可是它接近滚烫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不能煮开 好 我煮开它会变形 所以你过后煮鱼肉 它没有用煎过的话 对 它没有煎过的话 煮出来都是烂烂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学习 所以有点汆烫的feel的概念 对对对 但是汆烫是热水嘛 对 你不要那么烫嘛 对 我们只是让它定个型而已 甚至我熄火都可以 熄火就不管它 然后我现在这边 那要泡多久 泡多久 我跟你讲 一般来讲 就泡个两分钟就可以了 泡太久 万一鲜美肉味都留在这里 就浪费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一锅呢 胡麻油进来 放一点 对 胡麻油放的量很多 这个是黑麻油 胡麻油 胡麻油就是指黑麻油 对 好 然后老姜 如果你有人怕太烫 等一下我们周医师可以介绍 怕太烫就姜不要放 好 然后老姜我放的量很多 然后记得 小火 小火 小火去弄它 对 小火去爆它 我们现在有镜头像 就中环 中环啊 是最小火 我给镜头看一下 现在镜头的火是最小火 你看 我们只有开内环的火而已 对对对 外环没有开 好 用小火去煸它 好 然后这样姜的香气 爆出来以后 我们先把酒放一些进去 现在闻到麻油香跟姜香 对对对 你不要急 不要太大了 我太大了 我真的就不好 好 现在都还是小火 最小火 你现在真的是 你做过来 现在开酒店 不是啦 我跟你讲 你没有吃过麻油鸡就知道 对 一只鸡要对四瓶酒 对 一般来讲 你全酒做的菜 跟那种拌酒水 是完全没办法比拟的 来今天 没没有 先等你 我教室两罐都没有 我来 先等你 不好意思我错了我错了 想说教室你会把东麦局代言 好 东麦局可以找我 好 放一些红枣 红枣 红枣进来 红枣大概放了十颗 对然后这 这给做什么 这是什么 这给做玉竹 这个 做太医结尾的 你怎么知道 从他包包里面拿出来的 哎呦 我们太医的包包 随时都可以取出这个玉竹 因为这些药材 除了帮你补气以外 还有就是说 它不会那么燥 对 挡身 挡身 其实都没有很多 都是这样 手这样 三根指头这样抓下来 这样一点点就好 好 挡身 然后黄起 黄起补气 对 因为它现在开始 加都是比较燥的 所以它前面用一个 就是类似ABS 就防刹车 锁死剂头 但我加一个保险栓 就是我只要加玉竹 它就会变成微温 不会那么伤活 然后再来 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归 对 做药膳一定要记得 你像这么大厂 当归来的时候 这个会扣 对 所以一片的一半就够了 好 不要这么多 好 OK 当归是前锋的 对 帮你打糖尾 这样下去就好 所以再稍微把它折一下 对 那枸杞晚一点加 然后这时候 就放它这边 我这边就熄火了 对 它不会在升温中 没有关系 它泡完温泉浴了 对 然后这边再讲 那这我们来开始 教大家选麻油 这壶麻油 已经这节目很多次了 对 但是我告诉大家 选麻油 上次教过大家 就是放一滴在手上 对 如果可以吸收 那个麻油的分子会比较小 就比较好一点 还有麻油呢 因为平常我们在外面买的时候 不可以打几个拼 对 会放鹅啊 就是这样 你把它切 哦 那你也会放鹅啊 你这样呢 没有破 如果 OK 好 就小小一点点啦 对 黑麻油是这样 那香油呢 香油市面上绝大多数都属于调和油 对 所谓调和油 有人说黑麻油是黑芝麻做的 白麻油 香油是白芝麻做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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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麻油是调和油 就是它按照一定的比例 去调和其他的油 不管它调和什么油 因为黑麻油 这个油调大豆沙拉油 很正常啦 对 因为这个是在做药膳 这是在蒸香 蒸亮 蒸香 洗过的时候 我们中餐 广东菜 都会淋个 拌两个 很香 很好吃 但是也有人在做什么 做纯香油 纯香油 就纯白芝麻油 不是用白芝麻 不是用白芝麻 芝麻不是只有白跟黑 对 我们知道芝麻好像市面上看到白跟黑 对不对 芝麻油 红油 中还有其他颜色 他们会 店家会按照自己的需求比例 他们有自己的秘方的比例 去调和出 真的香油出来 第一个 你颜色上就会比较深 然后你闻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看 没有 这样闻 这样闻 这样闻大家都知道 这是纯芝麻油 纯芝麻的香油 对 这是调和的香油 这个比较香 对 但是这个是纯芝麻 但是不是真的说白芝麻 所以大家不要误解 它里面也有白芝麻 不是纯白芝麻 然后现在 还有这种冷压的 像我今天两罐 一个是冷压黑芝麻 一个是冷压白芝麻 对 冷压 所谓冷压 我刚刚讲会香是因为烘焙的温度 烘焙的温度比较高 它就比较香 但是它的营养素会跑掉 因为加热以后它的营养素会跑掉 所以现在它比较流行 就是说也是这几年 这十年才开始重视冷压 冷压不是真的冷 是让它油温 自油的时候比较低 就是在炒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对对对对 但是炒的温度比较低有一个缺点 譬如说炒的温度比较高的话 它可能可以压到 一个芝麻可以压到80%的油出来 你冷压的话 它百分之百的芝麻的话 它只能压到20%出来 所以一般冷压会比较贵 但是相对的 它营养素会保留比较多 还有它比较不香 因为它温度没有起来嘛 它比较不香 因为它不可能没炒过 因为老实说 没有炒过的芝麻油 那个营养成分反而很低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芝麻要经过被炒到一个时间之后 它里面的多分类 包括阿胃酸或这些多分类 它反而会提升它的抗氧化能力 所以它如果告诉你 我的纯冷压完全不炒 它绝对是骗你的 因为不好啊 对 反而营养成分没那么好 是 好那我现在讲完了 那些芝麻油 你下次在市面上买的时候 但是你要记得不要咬给人家看 好那我们这个石斑鱼 也感觉快要泡熟了 它应该是 7 8分手 好那这个我们药材 因为这段时间 又用酒精来煮的话 又更快 药材香味 我一直闻到药香 真的药膳香 对 在我们动物进步来讲 是用这种鱼肉来讲 取代红肉是相对健康非常多 摄取鱼的频率越多的话 你在烤试的分数是相对比较高 很厉害的是 它把麻油面性这种一般进步 它像这样枸杞的成分 它里面对于对眼睛的保养 也是有相对作用的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些鱼肉 慢慢地刺进去 再让它泡 对 所以它先泡温泉浴 然后再泡药膳 所以你等一下吃这个鱼 是完全不腥的 腥味都留在这里 腥味留在这里 所以起两锅是这个逻辑 是 那一锅的泡法 这样子煮 那通常要多久它会入味 现在火稍微让它开大一点 酒精是很容易让食物入味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刚刚没有让你加下去的是 这一个你还要再加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它加进去 所以你留两罐 一罐是先煮药杉 这两条十斑 这个就是不要盖盖 因为我要让酒精灰花 那我怎么知道我要煮多久 你煮开了以后就转小火 让它继续泡 要泡多久 一般来讲就是 像我们这种人 就是直接煮开就吃了 那其他人 希望有酒气 你叫阿洛来吃一杯看看 我一定要让它滚到没有酒气 滚到有没有酒气 自己开始斟酌嘛 对 那你这样的话 比如说这个滚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枸杞纸放进来 对 枸杞纸放进来 因为枸杞不要太早进去 枸杞纸放进来 好 那我请教一下周太医 刚刚讲黑麻油是黑芝麻做的 那中医怎么看黑白芝麻的差别 因为黑白芝麻 我们正在重复一下柯老大说的 事实上我们来做的科普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不同种类的东西 所以我呼应一下 刚才说宜兰柯先生的回应就是 大家都觉得说 对 因为白芝麻跟黑芝麻 它真的不是说白芝麻 小时候是白的 然后长大以后老了变成黑芝麻 不是 它就两个不同的种类的 但是在中医的时候 还是稍微的不同 比方说黑芝麻的一个作用 我们是放在一个是润肤 所以很多中药材的药膏 或者烧烫上药膏 我要生肌肉 像紫芸膏 我会用到一个黑芝麻 然后比方说 我要让我们的身体循环好 滋补用到黑芝麻 可是白芝麻变成 我们是在春夏天 比方我在吃凉面 吃麻酱面 我要去补中益气 强壮身体 让我的循环好 我是用白芝麻的 虽然说 事实上黑芝麻的钙质 真的多17倍于白芝麻 因为它们两个 毕竟是不同品种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中药材来说 它们在滋补强壮来说 是有相同功效的在这里 好 柯老大 我们这一锅开始 滚了 滚了 对 然后这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放枸杞吗 然后再放一点葱 再放一点葱进来 所以如果怕酒味的人 可以让它滚久一点 怕酒味的人就是 然后让酒味都滚掉 对 像我这种人 就是 喜欢酒味就可以吃 因为这个已经六分熟了 你知道吗 移到这边 全熟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哇 你喝好喝这个 真的是酒香味很重 我们先不要跟酒的问题 你看这样做法的鱼 很嫩 嫩 鱼肉就很嫩 就是用泡熟它 不是煮熟它 而且它是嫩中 它肉还是紧实的 对 就是它不是说 有些鱼是嫩 但是会松散掉 对 它不是 它是这种非常的Q弹 然后咬下去就会觉得 哇 这真的是很嫩的鱼 不过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真的很好吃 可是比如说像我们 如果有些人是怕酒的 烧完之后 可是还是有麻油 对不对 之前有那种 到了冬令进补的时候 有几颗的医生 生意会变得不错 比如说有一系列的 有个大肠直肠锅 他就说 我最近生意不错 我说为什么 他说 那那个进补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吃一些麻辣锅什么的 后来整个痔疮肿起来 就会来看病 在第一款 火气太大 我有过 我有过 他说第二款 有一些人 就是感冒可能本来 已经快好了 到尾声了 可是他可能自己觉得说 觉得自己身体 因为一波的感冒 觉得很弱 那是不是吃这个东西来补 就一补本来喉咙没事 反正烧虾 又熟起来 所以他就说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这种 麻油的进补的东西 可能还是要一体质挑一下 真的 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有些燥热的人 他真的不能吃的话 可是有些人他说 我真的很冷 可是有些人他真的不是 他是真冷 就是真的虚寒体 还有是假的 是虚热体 他虽然手脚冰了 我们有分虚汗和虚热 那什么叫虚寒 就是你很怕冷 你不喜欢吹到冷气 你本身天生就不爱吃冷饮的 而且你常常会拉肚子 甚至你的妇科包工 是比较虚寒 然后白带比较多的 甚至手脚冰冷 可是有些人是虚热的是 他其实他排便有点不顺畅 可是大便比较黏臭 比较容易在便盆 甚至有时候他口干舌燥 甚至他睡得很多 可是还觉得很疲劳 这些人的话 我们就觉得他不太适合 吃刚刚科老大的一个 烧酒鸡或麻油鸡 他可以叫羊肉炉 可是说真的是燥热的 他有些很衰 说什么都不能吃 倒也不是 就可以跟刚刚科老大用的一样 我们用低温去 变那个老姜 再加上玉竹的话 你还是可以吃到 而不会痔疮发作的 那问一下这个刘医师 我这还是第一次吃 麻油烧酒石斑驴 通常我们从小吃到大 都是麻油鸡 那都是或者这样的烧酒鸡 但是相对上鱼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食材的选择 对 我觉得科老大用的做法 他把鱼肉刚刚先前面 那个用水去 不是那么滚 对 去腥再过去 他这种肉吃起来非常的紧实 不会那种烧得非常过手 那种很柴弄 不过我特别强调说 其实在我们动力进步来讲 是用这种鱼肉来讲的话 取代红肉是相对健康非常多 那鱼肉来讲里面 他DHA像科老大用的做法 他里面的鱼肉来讲 还是保持非常好 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清清学者 有时候念书的时候 脑子要清楚 有时候考试要考得好 其实国外研究过 你测的鱼肉来讲 摄取鱼的频率越多的话 你在考试的分数是相对比较高 所以有时候在帮我们清清学者 在准备这个 冬天准备好的一些食物来讲 就把这个所谓的鱼肉 加进去是非常OK 但是我特别强调 如果像我们的洛斯福 喝酒脸味红的话 这种做法 可能要把酒精挥发掉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做过很多研究 台湾的基因大概47% 我们在带一些酒精 那个基因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喝酒脸味红 硬要跟考老大拼这一锅的话 那可能完了之后 以后有些后座也会出来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体质上是这样的人 可能下料理的过程当中 酒不要下那么多 或者酒通通都把它煮掉 煮完毁发掉就比较安全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温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这一个季节 非常养生又好吃的 麻油松板煎面线 而且很妙 你拿传统面线 这样子来煎 对 这个传统面线我们把它煮 煮大概1分30秒 这个滚了之后 一定要1分30秒 对 不要煮太久 但是煮的时候 那个水量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手工面线比较咸 那在煮的过程可以淡化它 好了之后把它冲冷水之后 把它卷起来 然后卷起来放置10分钟 它有一点这个 干 有一个并形跟干 好 那我们用这个黑麻油来煎 好 那师傅你今天准备的食材 除了这个传统的面线之外 还有松板猪 还有一点姜片 麻油 还有一点菇 对 我们要先来做喷条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黑麻油的部分 把它加下来 我们先这个放一点黑麻油 对 我们要来煎它 另外备一锅 备一锅 好 要来煸这个姜 要煸姜片 对 传统那个 老姜 老姜 就是带皮这样子 好 有些地方就是传统的 譬如说像现在福建的 漳州全州跟厦门 他们有煎面线 然后撒黑糖 坐月子吃的 好 金门也有 我们师傅现在不沾锅里头 就把刚刚那个 面线 这个面线开始下去了 对 好 然后这一个小的锅里头 要煸的是老姜 老姜师傅今天是带皮一起煸 对 我们大概维持中火 好香 对 这个面线煎完 其中这个油煎那一面 应该会酥酥脆脆的吗 对 我们两面煎 两面煎 对 因为它是做造型 一般来讲就是面线烫好以后 沥了水 然后蒸整片 一片整片 对 是做成一个像饼这样子 对 彰化 鹿港那些 都常有煎面线的 他们煎面线是这样煎 对 但是我们温师傅是视觉系的师傅 对 一定要这种传统面线吗 我如果用别的面 像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 香港料理 港式饮茶 有一些那种香港的那种煎面 对 不一样 一般来讲因为 毕竟那是广东的东西 用那个碱水面 台湾这边都是 大概就是用面线 因为我们还是很喜欢吃面线 传统的味道 你剪面去经过麻油的话 保证你是苦的 好 其实它味道是不同的 因为面粉去发酵的这个面 它吃起来有香味 剪面去发酵的东西吃起来有点带苦 因为我记得他们广东炒面不是也都是先炸 然后再逼一面 对 但是那个炸不能用麻油 对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的吃法不一样 台湾人很重视麻油 相对你到海峡对岸去 尤其是福建这个地方 你做麻油的东西可能就不卖 所以如果以台湾的观点到那边开店的话 可能你就当地倒了 好 那师傅 我们现在麻油煎的面线 怎么判断什么时候 它适合来翻面 我们一般煎的时候 它的水分我们要把它煎灰发 对 然后看到另外一面的部分 呈现有一点酥脆感就可以了 苦麻油或者麻油来讲 因为它里面这种单元不保值 所以量非常高 而且耐温点也比较OK的 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在做料来讲 对我们脑部的血管 保护是有一些帮助 今年如果你立冬或你补冬 都还没想到吃什么 这一道就对了 真的 真的 好吃又温暖 这样子可以滑动表示 表皮开始要焦化了是不是 对 然后看它的这个 有焦吗 焦焦这样 所以跟我们在煎那种煎饺 是同一个逻辑 是 对不对 感觉会有那种锅贴的那一层 像锅贴煎饺 所以金门那个地方就是 加黑糖就给坐月子吃 对 可是用麻油煎好香 真的 我现在一直闻到麻油香的姜香 而且麻油也很高温 对 好 如果我闻到这个味道 我想一个笑话 因为很多人之前都会网络流传说 因为他们专心防蚊液 可能有一些化学成分 就是说里面有DET 就迪弊 对 然后他们以前在 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资卡病毒 因为资卡还有之前的登革热很严重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要最有效的那个防蚊液 才渐渐有人开始使用这种 很有敌臂成分的这种防蚊液 不然以前大家都追求天然 这什么香茅什么鬼 那有一派的说法就说 简单 阿嬷说涂麻油就可以防蚊 后来我就在想 如果你涂麻油 蚊子一时间会不敢来 但是它没有办法撑很久 因为防蚊液的重点 是让长时间让蚊虫它不会过来 如果只是一下子而已很多东西都能做到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你的小孩子 在身上一直涂麻油的 蚊子会来 就觉得这是麻油小孩吗 这什么 就不要这样 它没有真正的防蚊作用 好 师傅我们老姜 这个把它煸的干了 香了 现在松阪猪要下去拌炒 好 松阪猪我们把它炒到有点变色 再来一点的米酒 酒加下 好 我们拌炒了松阪猪 放一点米酒 好 我们的菇这时候把它加下 菇一般是用锈针菇会比较好 一般我们在餐厅的话是肉比较多 但我们因为健康 健康嘛 就菇比较多 你等一下直播我吃 再来这个是枸杞 枸杞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这个油膏 酱油膏 一大匙这样就可以 我们稍微调味一下 好 好 这样子我们给它盖上锅盖好 给它焖一下 好 这边呢 好 那我们现在的面线 这个可以翻面了 橙色 对 真的像锅贴 我给它那个酥的最好吃 对 我们把它翻面一下 对气 好强喔 它就是破贴啊 它现在像蛋饼 对 对 柯老大教我了 现在像葱油饼 对 这样煎 因为那个 一般我们煎这个时候 它的油脂含量要稍微多一点 它才会呈现这样酥脆的状态这样子 所以煎面线要煎到这个程度 对 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现在在煎那种葱油饼 对 还是煎那种蛋 等一下你就知道 那个煎卡的那个多好吃 真的喔 然后就待会儿拌着这一个 拌那个汤汁的 对 那汤可以依照个人喜好 去做增加 如果说不吃全酒的就加一点水 它的味道就比较稍微淡化一点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量体的话没有很多 所以这个酒味把它煮 挥发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稍微拌炒一下 那一点点的调味只有刚刚的酱油膏 所以酱油膏会入味那一个菇跟刚刚放下去的松板珠 所以是搭配着这个松板珠跟这个慧草菇之后来搭配这个煎面线吃 是 所以这个是传统美食呢 煎面线是传统的 就是在我们彰化地区 沿海地区都是在吃煎面线 非常传统的一个东西 阿嬷会煎面线 然后因为以前物资美那种方会煎那个鸡蛋 麻油煎蛋跟面线这样子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师傅这一个煎面线也煎好了 对 那我们就把它组合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们师傅这一个麻油松板煎面线好好吃喔 恰恰的很香对不对 所以以前的做法 以前人穷 做月支或什么 你要补的东西的时候 面线是最容易取得的嘛 最多最多帮你打颗蛋 撒一点黑糖 所以你在家里面做的话 当然可以不用像温师傅这样用师傅的手法 你就可以把面线烫好以后 水分要滴越干越好 面线铺上去 然后煎恰恰上面再淋一层蛋汁 撒一点黑糖 冰淋来煎一下 真的有够赞耶 真的有够赞 因为我必须说这个啊 它这个很脆耶 你看 烤烤烤的 对 听到那个烤烤的声音 就是非常爽脆 可是里面的那个面线呢 汤汁还是有的 对 面线的汤汁还是有的 而且重点是 它搭配那个搭配得非常好 因为它用了大量的它的柳松菇 锈针菇这片 它那个锈针菇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吸它的汤汁 所以你本来会觉得说 我如果单吃面线它太干 因为而且它为了去掉它的咸味 它用大量的水去煮它 所以它的面线其实不咸 它只有香气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刚好搭配它这个 吸了饱饱的汤汁的这个菇在上面 然后一吃下去 那个汁出来的时候就觉得 也太好吃了 而且你做的是对的 这一道菜的菇比猪肉还好吃 然后更好吃的是姜 那个姜在这样煸炒过之后 煸到跟顶干一样 好好吃喔 它真的香气十足 而且姜变甜了 对 姜没有辣了 它完全不辣 它就是个香 然后吃起来就很像蜜餐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已经比较干了 这一道菜里面画龙点睛 在家里真的可以试试上 反正小朋友如果回来没有点心 做饼没有面粉 就面线拉拉开 煎成一个饼 真的超好吃的 真的 而且这个刘医师 我们除了橄榄油可以预防湿汁之外 苦藏油麻油听说也行得通 其实你看我们讲说 我们湿汁来讲有一个血管性的湿汁 我们大概血管性的湿汁来讲 都是跟一样我们胆固醇过高 或者是这个低密度胆固醇过高 造成我们血管硬化 那我们讲说这个橄榄油里面 它有含有这个叫MUFA 叫做单元不高脂肪酸 如果你看那个低众海星医师 就是尽量鼓励用这个 所谓的橄榄油 而我们苦茶里面的这个单元不高脂肪酸 占了83% 但是我们的麻油里面也非常高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入料理来讲 有些种苦茶油或是麻油来讲 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单元不高脂肪酸 量非常高 而且耐温点也比较OK的 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在做料理来讲 对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血管 保护是有一些帮助 而且用这个编着老姜来讲 姜里面的它有的姜油醇 姜油酮 这些叫姜油酚 这些在澳洲做个study 就研究来讲他们就发现 退化性关节炎的病人 它分两组 就用三月那个姜的萃取物 给它胃之后 吃了之后 就三月之后 他们的关节疼痛指数都改善非常多 因为它有抗氓的效果 不过我特别提醒一下 如果说胃不是这么OK的话 在姜入料理来讲 还是要特别小心 否则的话 这个其他来讲 它这抗氓效果还蛮真的蛮好的 我觉得温师傅这个 我也是一吃 手脚都暖起来 难怪很多人冬令进步 都要有麻油的料理 对 而且温师傅很厉害的是 他把麻油面线中一般进步 它加上枸杞的成分 那枸杞已经除了说 它红色可以补血之外 还有就是它可以降血糖之外 其实在中医的研究 发现枸杞它对于比方说 事实上它是甜的 可是它可以去让你抑制脂肪 在肝里面沉积变脂肪肝 所以我们用在减重 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滋醇类东西 还有就枸杞多糖 它很特别是它很甜 可是它有六种单糖成分 所以对于我们的抗肿瘤 还有抗衰老和延缓老化是有帮助的 甚至在我们的末梢循环汉 它其实里面是红色 它里面有玉米黄素 它里面对于对眼睛的保养 也是有相对作用的 好 接下来 若师傅也要分享一个麻油鸡虾冬粉宝 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推荐给大家健康养生料理吃 我这个是会比较快速的一个加上菜 那我们事先就是说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会做一个方式 就是把我的老浆先编好之后 泡在麻油里面 那泡在麻油里面的重点就是 把那个味道整个就在里面 浓缩 浓缩起来 那你这个泡的时候 它这个整个香气会在里面散发出来 那你在炒的时候 你也不用一直编到它时间过长 或者有时候编的它也不好吃 那我们这样子编大量 所以你一次编大量 然后保存 保存起来 保存要放冰箱吗 对 这个也都不用放冰箱 你只要不要用到水都不用放冰箱 油腌过它就好了 那通常可以用多久 差不多你如果尽量的话 就是一个月把它用完最好 好 就一次编一批 就不用编那么久 像现在的这种天气 你就编一批起来 所以你就是只有干编老浆 然后泡到麻油里这样子 对 没错 那我们在麻油你有看到 刚才是用咬的 你其实可以看瓶盖 一般的麻油你一咬的时候 你看它的瓶盖的颜色 要不要 颜色是不是比较好 跟红酒一样会挂杯 对 挂得越重的时候 表示它越纯 有时候你要看 如果它越黑的话 就不能用了 它挂的那个颜色 马上就留下来了 有没有 这是纯麻油 如果它本身 如果挂得很深 一直沉不下来 那就是蓝色的 所以你要注意到 最好是打开了 然后去闻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 找好的商家去买 它绝对不跟你偷工剪掉 因为台湾人最老心 台湾人最老心 所以这个师傅 今天的麻油 鸡 虾 冬粉 饱很简单 麻油煸好的姜片 对 跟鸡 跟虾 跟冬粉 对 然后今天最特别 我加了一个蛋 麻油蛋 对 我加了一个 半熟的 半熟的 我这个都是煎半熟的 你就把它先煎好 用麻油煎的 麻油煎的 荷包蛋 半熟蛋 对 好 这个一样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 剩下的这个麻油 直接跟这个加进来 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麻油 下来 所以天冷的时候一次做好一批 那要料理的时候就容易了 就容易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让它煸一下 好 那这时候我们煸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鸡肉 好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鸡肉 把它这个带骨 这个是鸡腿 这是鸡腿的 这是我们今天用的是防土鸡 防土鸡 我们不用肉鸡 因为防土鸡 它本身在煮这样的一个麻油 其实是最好吃的 要不然你就是要用土鸡 不然就放山鸡 其实老实讲防山鸡油脂费非常多 可是煮麻油鸡 用防山鸡是最好吃的 对 然后那个油捞起来拌面线 对 再加一个半熟蛋 再煮一些那个猪血糕进去 对 那你在泡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麻油的姜的时候 记得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爆到老皮 何谓的老皮就是它已经皱起来了 让它纤维完全破坏掉 可是等一下煮的时候 它又整个散开 那你根本吃不到纤维 就会非常好吃 所以那个姜片就是要爆很久 爆肝 干温果汁也爆很久 那我现在就理解了 爆完之后的那个姜片好好吃 对 现在外面不是有在卖那个 那个老姜黑糖 那个块有没有 其实也是像这个把它混进去 对 所以我们不是有跟冬瓜糖 用糖块有没有 然后现在不是做一小颗一小颗 然后冬天的时候 女生自己热水瓶这样一加 对 就是用这种方式做 对 好 师傅现在炒鸡丁 对 我们就把我们的鸡柳 直接把它放进来 然后我们就把它炒到颜色 变了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你就很简单的 因为现场我们要让它就是 凿的那个酒气 对 会很久 所以我事先已经把它炒过了 为什么要炒过 因为我们 什么叫炒酒气 就是把那个酒精整个飞滑掉 这个叫做米酒水 对 它变成米酒水了 那怎么变成米酒水 就是一直煮 对 把米酒一直煮 然后酒精走掉 煮到完全没有酒精 然后就有一碗米酒水 对 所以这碗是米酒煮的米酒水 对 那两瓶的量 只剩一瓶 好 可是我还是会留一点点的 那个米酒在里面 好 那你就是把它炒成一个颜色出来之后 来 就把这个米酒水完全加进来 米酒水下去 对 有一些人坐月子喝米酒水也是这个 对 然后我们要把它变成米酒水的话 就是很简单 你这时候酒倒下去的时候 你就火给它燃烧掉 它就变成米酒水 那最好是大火下去做燃烧的一个动作 因为你的肌肉也可以熟 它一个重点就是 油水整个融合在一起了 你这个汤头就变浓郁了 反而是油而不腻 对 所以很多麻油鸡 有些时候你看到表层一层麻油 可是你喝起来的时候是温顺的 对 那就是有吃得到麻油 但是却不会腻口 没错 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起一个煎锅 不沾锅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油 好 你要放一点麻油 对 一点点的麻油下去 我们下去煎什么 煎虾 因为虾子如果 你用黑麻油煎虾 对 因为虾子如果你直接下去煮的话 它只有一个鲜味 它绝对没有香气 对 那你煎过的虾子 直接再下去煮的时候 它的香气就会特别嫩 对 所以我们就是 把水的粪倒掉 然后这个虾子的话 我已经去沙场 然后我已经把这中间 这个地方已经把它剥掉了 那我们等一下在吃的时候 你就简单的咬下去 对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把它一一的 把它放在这个锅子底下 好 去那个沙场跟藏泥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配包 其实老讲 第二节的地方 直接掏出来就可以了 第二节是指哪里 就是尾巴这个地方 一二第二节 然后你就 那个我们的虾子啊 就是朝自己 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尾巴朝外面 牙签插进去之后 把它打出来就可以了 第二节来剔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我们就下去煎了 煎虾子很简单 你只要慢慢的看到啊 虾子底下产生红色的时候 它的熟成差不多在两层 对 翻过来再煎两层的时候 它熟成已经变六层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关掉 然后虾子就会变怎样 变红了 那就可以吃了 对 好 来这个时候一样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有没有虾子的颜色 就马上上色了 对 那今天的颜色为什么这么好看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蓝钻虾 所以它的肉质弹性是非常好的 来 那我们现在稍微把它翻面之后呢 这个 刚刚师傅说 大概就有六层的熟成了 对 对 你就颜色全部变成红色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锅我们就让它滚了之后 就像这样子 整个背移起来 好香喔 对 就这样子很简单 其实师傅你一开锅 还是有一点点酒气 可是没有那么重 对 我留一点 然后那个麻油香跟姜香 立刻扑鼻而来 这边都闻到了 对 好香 我们看一下那个姜 它已经开始就变成 它又展开 原来的颜色了 对 有没有 然后这时候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到过滤一下 冬粉 冬粉泡多久 冬粉很简单 就是泡差不多半小时就可以了 半小时的冬粉 一定要泡过 如果你现场下去 就是你没有泡过 直接下去煮的话 那汤就没了 汤就没有了 还有它的口感不好吃 对 来 直接下去 泡冷水泡半个小时 然后冬粉直接下去 直接下去就好了 好 哇 那下去之后 一样我们的虾子也下去了 好 虾子连它的汤汁都可以 都一起下去 那更鲜肥 对 一起下去 好棒棒喔 然后这一个 重点就是在 我们这一个 半熟的 麻油蛋 对 麻油蛋再加下去 可是在加麻油蛋之前 我们要加一样东西 就是酱油 那有的是加酱油糕 那我是加酱油 为什么要加酱油 因为它本身没有咸分 可是因为海鲜要有 一点点咸分才会好吃 你加上盐巴它会苦掉 那加上酱油 它会变成比较甘甜 真的喔 会有一个豆香的味道 所以这个时候 反而可以不用加盐巴 那调味反而加一点酱油 对 然后柯老师 刚开始有讲说 这里面加上味精 以前老人家都加味精 可是我建议就是加酱油 它的那个甜度 会更加的升级 然后这时候啊 滚了之后 你就让它这样子 虾子因为不可以滚太久 所以我们这个蛋煎好了之后 你就一一的把它放进来 就好像是 你找的那个麻油蛋一样 为什么觉得今天好像 你把蛋黄戳破了啦 没关系 它就有的破掉 有的没有破掉 对 后面要更证明它是半熟蛋 对 一定要用半熟蛋下去 然后这个 等一下我们那个 好 来 这个下去之后 记得枸杞不要泡水 下去吃了 这样子下去煮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吃 熄火了 熄火了 然后这时候 好了之后有没有 熄火了之前再加上一点点麻油 不要太多 最后再一点麻油 对 不要太多 然后这时候就熄火 我们就可以上盘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网路师傅的麻油鸡虾 冬春豹也太好吃了 这个蛋好好吃喔 它其实它那个 虾也好好吃喔 因为我用的是土鸡蛋 那我在煎的时候 是煎差不多半熟的 所以你在它煮的时候 你不要煮太久 可是吃起来那个非常的浓郁 好浓郁 真的 它厉害了一点 就是加那几滴酱油 对 真的 它就不会有盐的那个色 对 它用酱油来取代盐 对 因为我突然间觉得 古人真的很有智慧 因为古人可能没有那么有钱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 比如说想要做月子的时候 大家都有鸡可以吃 可是他就是用这个鸡蛋 那你会发现那个蛋 老实说第一个 它蛋白质已经是很完整的蛋白质 又好吸收 然后我们洛师傅这种做法 简直就是蛋比鸡好吃 就是它这个蛋 尤其是它为什么强调半熟 是因为你真的把它戳破 它融到我们这个 汤里面 汤里面 它会使汤真的乳化效果更好 所有的那个味道 它可以更融合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又有够浓厚感的这个 但是又传统的麻油 因为传统麻油的浓厚感 是来自于它油加很多 因为你刚才说放山鸡 因为它油就是这样多 再黏黏 可是如果真的不要用那么多油 我要少油一点点 用鸡蛋是好方法 因为它也有乳化 也会让你觉得它很浓稠 而且洛西部刚才提供 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知道姜是好东西 麻油也是好东西 可是他老实说 过度高渊久还是不好 所以他先把它只是干边姜 然后干边姜之后 最后再加麻油 所以它的麻油 在二度做的时候 第一次并没有先炒过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保留更多麻油的好处 但是那个香气并不逊色 然后一样那个姜片 重新吸了之后 吃起来是不会爱口 不会说很粗 大家真的 今年如果你立冬 或你补冬 都还没有想到吃什么 这一道就对了 真的好吃又温暖 又真的 你又完全有复古风的好吃 真的 不过真的是很好吃 不过我特别强调一下 很有意思在2009年 他们曾有人做过研究 有很多糖尿病 糖尿病说 那我到底可以吃麻油 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 或坏处 结果他们发现 糖尿病病人 如果说吃麻油之后 常入料理 他血中的坏的胆固醇 反而会下降 他的好胆固醇反而会上升 那当然血糖是影响不大 如果他的重点是 因为他这个 单元破防脂肪酸 对于会改变 血脂肪代谢是有些帮助 然后他们把这个麻油 又转换成一般的食用油 比如其他植物油 发现 胆固醇变化又回来了 换句话说 这个在糖尿病人来讲 我们叫控制主食 控制一些 会容易生糖的食物来讲 用麻油露料理 对血脂肪改善是有些帮助 是 而且中医给 那个麻油做月子 事实上有两个 非常好的理由 他的成分就是亚麻油酸 他对于任何附近子宫的收缩 二路的排除是有帮助的 而且另外来说 因为麻油每100公克的黑芝麻 里面会有1400毫克的钙 就是在我们作业的时候 吃很多大鱼大肉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会变酸性体质 钙可以去减化 我们的血液是OK的 但是还是有些人不能吃 像怀孕的时候 你不能让他公缩 所以怀孕的时候不能吃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建议 大家是化被动为主动 不是只有生小孩的时候 才是麻油煎蛋 每次月经后 都可以做个小调理 做个小月子 将会对身体是更好的 好 那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明 是 其实我们冬天 技术来讲是人之常情 我们可以借着寒冷冬天来讲 用一些方式 来提升自己的气血循环 不过还有些人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你眼睛有病变 比如说有红彩炎 或者一些黄曼布病变的人 因为过去研究发现 事态补的话 黄曼布病变反而会更严重 那我打个唱那是因为麻油吗 麻油还有它本身的一些酒精 都有可能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说三高 三高来讲 你有服用抗拟血剂来讲 直接进补的话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初血的体质 会增加 所以特别要注意 第三个来讲消化道的疾病 第一个就胃酸逆流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如果说你是非常容易的胃酸的话 因为油非常重 容易会刺激胃酸 第二个就是我们后面 就是刚刚讲过的 这个大肠脂肠的问题 比如说痣疮的问题 那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喝酒脸味红的话 一定要在进补当中 把酒精挥花掉 我想这样才能确保 我们这个动力进补的时候 是身体的一个健康 好 谢谢刘医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三位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麻油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在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官方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